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们很难分辨到那个人他在做这件事其实是来自love 还是来自lead 胡诗就去帮我们理解就是如果他来自love 就会来自一种give up 就是他犧牲的 但如果是来自lead 他就想希望里面拿到 这个也帮我们去理解其实在石庵里面神很有趣他将我们选择整间教会 反而是中下阶层的 很多电影节目知识水平小学都未读完或者他根本失业了很多年 经常将这帮人打来石庵透过牧师分享的教导和智慧开始附足 这个我们也见到教会越来越附足 电影节目的生活越来越改善之后 就发觉有一帮人他开始变质他不是提顺着 就开始去到營一热讯息就有一帮领袖就加质人都走 以及全职都走 但相反另外我们接着开始讲比特币了 哇 来到比特币就很开心了 但我记得牧师在2013年去讲比特币就录了一套叫做一元全道人 反而就是牧师去教我们 对了 我们腐足了 那你应该做些什么呢 就是有一元全道人 就是解释了我们如果是来自爱侍奉爱神 当我们腐足其实会有一种心态的转变 就是我们想为神牺牲更多 就会放下所有业务或者财富 就希望成为一元全道人去侍奉 这个是不是就是牧师为何会 在贫空创造一个这样的崗位 叫做一元全道人 就是因为当我走到牺牲的时候 目色你会想到一件事就是 就应该以一个一元全道人的崗位 或者自卫全职的崗位 让我们再在爱里面再抗战 是否可以这样去理解 是的 因为其实我们要知道 一样东西变成品格 绝对不是那样东西做一次 是吗 绝对不是做一次 因为变成品格 它变成你的技术技艺或者才能 也不可能做一次 何况还要再进入你的深层 变成你的品格 所以这就是善行善事里面 你最低限度要将它变成的习惯 所以神带领我们石安 是将一样东西永远转进去 我们一样的善事是永远转进去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当然这些 但是永远转进去 才有机会接触到品格 最基本就是自律 是吗 绝对是永远转进去 对不对 所以平信奴弟兄姊妹 在成功了之后 世界教我们第一件事是做什么 有时腐足了百倍之后 世界教我们就是一样做什么 就是将另一件事变成你的习惯 使用钱享受 享受人生 但是那些变成习惯的话 那你的品格会不会变成了 在那时候 认识坏朋友 认识喝酒 认识享受人生 所以变成普遍的平信奴 不会像我那样 因为我是全职 我是搞价会 我到离世那天 我其实是不停地去的 这个就已经是 是已经有一个渠道 给你们更加幸福 我是不断变紧格的 因为我侍奉不断 一样东西在做的 但是很多弟兄姊妹 你本身是在做熟悉工作的 当你在做熟悉工作 突然间有钱到你 你一生是否浪费呢 对 神可能那时候失去了你 你也失去了自己 但如果你说你那时候愿意 你经济已经不是问题了 已经成为一言传量 要成为一言传量 就是教会会一个月 给你一元 让你侍奉 但你侍奉的态度 因为你是个传道人 所以不要想着 我们给你很少钱 你就觉得态度又差 又根本教会给你标准 要求你全部都不满足 因为你是自知的 但不是 教会就是提醒你 你要甘心狼 因为这一元 你愿意做 是不是多了一个善 多了一个极 consistent的习惯行为 在这样做的时候 你的生活 有些是那段时间想着去玩 去退休 但现在你做了一元寸单 因为我就懂得这样去过我一生 但你们不懂 你们是平信徒 你们没有这样的机会 你没有这样的习惯 甚至你可能真的 大半生 你都基本上是做 买鱼蛋的 七十一的 驾巴士的 现在你已经腐足了 所以我帮你设计一样 是你们可以这样的选择 所以现在也开始有 就是一元寸单 这个其实导致他们 你是可以享受生活 不过 现在多了这个附足这个时间 你去做一个一元寸单 这个是以前你不会做的 但现在是你甘心乐意的 在那段时间 甚至你根本就等于 那一元港币 也等于你没有收身水 但是你付出的 这个是否需要你的行动 但是最重要的是 是否你自己的决断心 决断的 是 你的决断心 是否要 consistent 这样做 不是做一次 是不是 不是说大家出来 几个特别奉献 不是做一次 是每个月做 每个月做 每个月做 那你就有机会 在附足了之后 将你的财宝 转换到今天 保识的天上 所以一元寸单 才能单身 西白来书第十章 第三十八节 指示二人必恩信得生 他欲去后 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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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血声 如何光景 愿烟手 我愿指热情 慈着灯气憧憬 随不及帕路 遵循远监 愿搭过忧谷 iedy我山岭 高峰那里遇见繁星 心中太俗信 以靠谁愿无天众生 我高兴赞你呼应